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索尼刚刚推出的新掌机 PSP 虽然它的名字也叫做PSP 但是和这个PSP不是一个PSP 它是PlayStation Portal 它甚至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掌机 它是一个串流掌机 我是一直很期待索尼推出自己的新掌机的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什么叫做串流呢 跟大家讲一下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直播 游戏呢还是要靠你自己的PS5来运行 PS5会把画面压缩成一个视频信号 通过网络 局网或者互联网 传输到你的PSPolo上 那这个PSP呢就只负责显示画面和控制 不负责运行游戏本身 其实云游戏也是很类似的 串流呢比云游戏就还要再低级一些 那串流掌机用起来是什么样的呢 PSP的串流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延迟 能玩什么游戏 手感怎么样 和手机串流软件比有什么提升吗 它除了串流还可以做其他的事吗 以及值不值得买 今天这期视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开箱 这个小把手上面还画着圈插三角方块呢 外面的盒子 右下角这边还画着PS5和WiFi 都是必须的 打开 线 所以除了本体和线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充电头也不给 挺现代的 这真的就是DualSize手柄一切二 然后中间夹了块屏幕 不过它和DualSize手柄还是有区别的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 原版手柄还是有点胖胖的 这个就非常的销瘦 最近PlayStation出的东西都挺瘦的 摇杆是整个小一圈的 另外就是PS键移到了左上角 静音键挪到了右上角 顶部多了很多按钮 比如说这个是开机键 右边是调整音量大小的 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按键 叫做PlayStation Link 它的功能我们一会儿再说 背包底部还有两个孔 一个是Type-C的充电口 还有一个是3.5毫米的耳机孔 不要小瞧这个耳机孔 你一定会用到的 因为它没有蓝牙 养声器的位置是在屏幕的顶部 左右各一个 这个位置还蛮奇怪的 一般养声器都会放在正面或者是底部 横向对比一下Steam Deck和Switch OLED 它的屏幕是这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最大的 不过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独特 这个掌机看起来就不像是非常适合出门的 一出门你放包里 啪啪就折了 拿在手里会感觉它还挺轻盈的 但它实际上的体重530克 比Switch OLED要重100克 比Steam Deck是要轻100克 Dualset手柄 确实是市场上最好的手柄之一 那PS Pro也继承了它们自适应扳机 还有振动反馈 后面三根手指这样放着也非常舒服 这点确实是要比普通掌机平平的背部要好很多的 好 开机 上来要先更新系统 一堆更新 就等吧 你说你这台掌机怎么什么都没准备好 更新好了以后 扫码登录PSN账号 然后就可以选择串流PS5了 成功啦 不愧是Portal啊 传送门 看一下菜单 它是亮度调节 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 这不是秃子梳头多此一举的吗 你有屁用 哎呦 好 我进来了 屏幕是一个1080T 60Hz的8英寸LCD 很大很清晰 虽然它不是OLED 但是色彩和亮度感觉都很好 这个屏幕大小我感觉刚刚好 很舒服 它既不会太大拿不下 它也不会太小 比如说像手机屏幕那样 因为大部分PS5游戏都是为大屏准备的 如果放在手机上就容易看不清楚字 而用PSP的屏幕看 上面的字都是可以轻松阅读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串流效果了 到底有没有延迟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就是串流这件事情是不是我的掌机和主机离得越近 它延迟就越低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PS5和PSP之间的串流不是通过无线电 而是通过网络 要先主机进过路由器 然后再到你的掌机上 也就是说只要它们俩分别和路由器都有不错的连接 那PSP和PS5之间隔了几公里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排除所有可能因为信号不好导致的问题 我用有线连接了PS5和路由器 而路由器只离PSP一米不到 没有任何阻挡 这就是PSP能够享受到的网络最最最最最好的情况了 实际玩起来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延迟的 不过像蜘蛛侠这样对操作要求不那么严格的游戏 是可以正常玩的 只是手感不够痛快 酣畅淋漓肯定是离你远去了 老头还肯定不行 我已经够菜了 要再加上这个延迟 糟不住糟不住糟不住 用GT赛车的时间模式来对比显示器和PSP屏幕的延迟 可以看到相比显示器 这个延迟大概是80毫秒左右 输入延迟的话 用120帧拍摄从我按下按键到画面产生变化 大概是过去了18 19帧 算下来就是150毫秒左右 这就是用局域网连接信号最好的时候的状况了 我们一般用的电视的游戏模式 还有电竞显示器 它的输入延迟大概是80毫秒 那这个呢差不多就是两倍了 这个延迟吧 我觉得看人吧 反正我呢是不太能接受的 画质方面 因为串流还是要压缩视频信号的 所以在PSP上看到的画面也是压缩过的 索尼建议的网络连接速度是 最低5Mbps每秒 最好呢是15Mbps每秒 说明码率也不是很高 如果看系统菜单界面的话 这个画质的损耗就会比较明显 原本是比较均匀的那种渐变 但是在PSP上显示出来 就变成了一层一层的颜色断层 还有一些高速运动的画面 也会有一点糊糊的 那我们再测一个比较日常的场景 这回PSP和PS5都要通过WiFi来连接路由器 并且PSP和路由器有至少一墙之格 这种时候延迟会波动大一点 80到100毫秒左右 最后是PS5在家 PSP在办公室 通过互联网串流的效果 不出意外 效果很差 画面很糊 卡顿 输入延迟达到了500多毫秒 我两边可都是千兆宽带 都开了加速器 但还是不够 可能国外是可以唱完 很遗憾 国内基本就是告别了异地使用了 酒店星巴克回家过年 只带PSP远程玩PS5的梦想 宣告破灭 说到酒店WiFi PSP有一个很坑爹的地方 就是它不支持浏览器 也就是所有那些需要连接之后 跳转网页的 什么酒店啊 机场啊 星巴克的WiFi 通通都不能用了 这个疏漏就太巨大了 以后必须得改正啊 哦对了 当PS5进入睡眠以后 PSP也是可以远程把它唤醒的 但是如果彻底关机的话 就没有办法了 其他功能的话 看视频 不行 云游戏 不行 什么都没有还敢开店啊 那这个时候 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 PSP的串流和手机上串流 有什么差别吗 答案就是 没有差别 延迟 画质 功能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手机 来测试一下网络状况 以及自己能不能接受 这样子的延迟 方法就是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PS Remote Play 串流一下 你就知道 PSP的串流表现了 真的是一模一样 索尼啥也没做 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扬声器 PSP在音量100%的时候 嗓门很大 但是湿针很严重 就像两个大喇叭 不过当把PSP的音量调到6-70%的时候 跟其他两个掌机的扬声器 音质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低频还是会比较单薄 没有其他两个来的均衡 就这个音质 看来你是不得不使用耳机了 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有线耳机 一个就是用无线耳机 但是因为它没有蓝牙功能 你必须去买索尼推出的 不 即将推出的两款专用耳机 一个卖199美元 一个卖129美元 要知道PSP本身也就卖199美元 一个专属配件签跟掌机本身一个价格 而且很傻的是 耳机还要比掌机晚发售一个人 合理吗 买完掌机不要觉得太坑 下个月还有个更坑的耳机 那这两款耳机用的是叫做 PlayStation Link的专用传输协议 按这个按键和耳机匹配连接 我刚刚抱着一丝希望 试一下这个插USB的2.4G耳机 果然还是不行的 不过呢索尼这么做 肯定还是有它的说法的 我姑且是愿意相信 因为蓝牙本身延迟很高 它的无线耳机应该会有 比较低的延迟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这么粗鲁的 就抢走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PSP本身 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 它现在已经在北美卖疯了 根本就买不到断货了 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它没有官方加成 没有神秘配方 没有神奇的传输协议 但它至少还有手柄和大屏 光是这两件事情 其实就解决了很多人的特殊使用场景 比如你的PS5在客厅 但是有其他家庭成员霸占着电视 你不方便玩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拿PSP到卧室里面自己偷偷玩 想想也挺快乐的对不对 性价比我觉得PSP这个1400到1500的定价 还算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一开始我以为索尼会让它载更多的 但也就这样了 本地串流还凑合 异地串流没法用 它只有这一个任务还完成的很普通 这个PSP实际上就只是PS5的一个配件 一个室内本地串流机 没啥勇气也没啥诚意 或许也会是今年很多人心中 最没用的电子产品之一了 当然我最期望的还是真正能够出一个 像曾经的PSP那样的 货真价实的新涨机 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它 最后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也许会解答 sì